變數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 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這些 總共假設12格的話 那我就是4再把切割成3格 有沒有 然後呢 等於是有點像一個房子的隔間嘛 那本來一個房子裡面隔間只能放 一個房子 一個房間 那如果你把它隔成12間的話 也許就12間套房 然後你就可以住12個人 類似像這樣 然後編號呢 那基本上就是0開始 0 假設是12個的話 這邊到 這邊就是11 就01234一直到這邊 就11 就是它的編號順序 那如果由小到大的話就是由0到 11 如果由大到小的話就是由11 到 到0 頂倒過來 那這個順序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宣告一個叫my sheet的一個 陣列名稱 宣告的話就是定 定的話就是宣告的意思喔 然後呢 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等於什麼 等於array array的意思就是說 正列 正列 就是array 括弧 括弧裡面呢 你就會用逗典隔開 分別放 甲 以 丙 丁 物 己 更 辛 好 那這個 因為他這個不是照天干地之啊 這個有 然後這邊又申 為 五 成 亥 好 這個 那這個這個 順序的話我想 你們可以自己排列沒關係 這個順序 前面的話他照這個 那 立光還有一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個字 很容易出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是 看起來 所以好如果人家要避免錯的話 最好是 這碼點兩下 Ctrl C Ctrl V 就保證不會錯 要跟